可看清楚了,本世子还能活多久? 一盏茶,若是我救你,能多活十年。 好大的口气。 世子若是不信的话,那我也没有办法。 一盏茶喝十年,世子自己会血。 我凭什么信你? 世子没得血,只能信我不是吗? 你现象心脉微弱,体内五脏六腹肌亦损坏。 但我可以救你。 独孤正的目光格外的复杂,可不知为何,这个女人身上就是有一种让她信任的东西。 这一咳,一口鲜血宛若一朵花,喷溅在了陆七七的身上。 陆七七脸色一寒。 没时间了,你,去守着门,我要救人。 你! 独孤正抬手,擦掉嘴角的血液,满眼的邪魅。 世子妃的话,你听不到吗? 冷风身子一抖,眨眼睛,闷声离开。 刚刚还亲眼看着我被申宝庆欺辱,如今又信我,能给你医治。 独孤正,理由呢? 我死,你,必死。 陆七七脸色一紧来了气,她直接有些粗鲁地把人拉到了床上。 老实一点,不要动。 最后,陆七七一把扯开了独孤正的衣裳,从怀里拿出了一包银针。 没有人知道,一毒双绝的她从她十八岁成人礼之后,一直戴在身上的一块狐狸吊坠,就化为了一个储物空间。 空间分为两半,一半存放衣物,一半存放毒物。 如今,虽然她穿越了,那东西竟然在这位伍小姐的身上,有个一模一样的,而且她还能调动出来里面她存放的银针。 陆七七从自己的吊坠中取出了药物,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。 啊,吃了。 独孤正想也没想,就吞了下去。 看来,找事的人来了。 放心。 咳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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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这边,不知道冷侍卫见证了没有啊? 未曾见过,柳姨娘还是去别处寻吧。 陆七七拿着一整套的银针费力地爬上床,为了方便直接骑坐在独孤症的身上,开始为她下针。 这一起,陆七七拉扯住了独孤症的衣裳,拧口之中顿时露出了一枚狐狸吊坠。 看到那东西,陆七七眼神一惊,连忙摸向自己的脖子。 她的东西还在啊。 怎么会……一模一样? 这玩意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?等你醒了,我就知道了。